小杜反映说他在交友软件上认识了一名男子 两个人聊得很投机 对方说要带他赚钱 推荐了一个网站 他投了钱之后 这个账号就被冻结了 小杜今年28岁 云南人高中毕业后就在帮家里做工 他说今年年初有了做烘焙行业的想法 但是家里不同意 你以前有做过烘焙这件事 没做过 所以我家人特别不支持 有好多人都说这个项目比较有市场前景 小杜说他在4月份去了广州考察 当时通过一个交友软件认识了一名姓李的男子 心情特别压抑 特别痛苦 然后都快得郁郁症了 然后这个时候他加了我 没想到就是聊聊得很投机一样的 小杜说两人后来交了微信 自己性格比较内向 朋友不多 习惯把事情藏在心里 而这名姓李的男子让他打开了话匣子 小杜说聊天过程中对方有意无意总会跟他提起 可以带他赚钱之类的话 他也很相信对方 4月底小杜回了云南老家 回到我哥那里之后的话 他就给我发了一个二维码 我就按照他的那个步骤来操作 就是注册了之后就冲前进去 等于是一个二维码直接就可以登陆进去 然后这个网站上面写的是什么 腾讯官方授权的标志 所以他就让我很相信 小杜说那个网站叫做北京28 目前通过扫描二维码 无法登陆这个网站 冲那个几百块钱进去吧 然后就按他的指示来操作 他就说我什么也不用管 大多少小多少 单多少双多少 就这样 就这样好 小杜说最开始他冲了310块钱 在李某的指引下 他当天提现了350块钱 对方说他本金太少 建议再冲1万 他冲了钱以后 当天又提现了10500 就是到了第三次 让我冲那个3万亿进去 但是我那会钱已经不够了 所以我就从支付宝上面就贷了 借贷了有2万多块钱 投进去之后 那天也断了有2、3千 我要提借的时候 他就说不要提借 钱就在里面放着 会有那个国业彩金 小杜说他都是按照 对方的说法操作的 对方怂恿他 冲更多的钱进去 他就把放在母亲那的5万 拿了过来 冲进去之后发现 钱提不出来了 客服说是那个5月9号 让我提借 结果就是我到5月7号的时候 他就把我的账号给封了 现在登不上了 小杜说他认为 李某跟平台是一伙的 但是李某坚决否认 还说小杜骗他钱 他有帮我往那个平台里面 就是冲过那个值 实际 他帮我冲过那个 他帮我冲了3万 帮你冲了3万 但是他冲进去的 那个只是一个数字 但是我们打进去的 是实在在的金钱 他跟那个平台 完全就是一伙的 就是说只是后台 改个数据而已 我的电话已经 在5月 小杜已经向警方报警 警方已经立案 目前还在调查阶段 小杜说 他加了一个微信群 里面有不少 跟他类似情况的人 都是在网站被骗的 我整个人都是过得 就是生不如死的感觉 然后就是好多 好多时候 我一个人的时候 好多时候 都是在一个人 在房间里面哭的 18黄建 记住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